雷歐聊世紀 天天用顆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緬甸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7點鐘方向的緬甸人 緬甸人的特色是他的 把木技術是免費的 他的馬攻路線比較尷尬的是 是沒有弓兵附甲的 弓兵路線 所以他弓兵路線非常弱 甚至也免貌自還 所以戰毛兵即使到了帝王時代 也沒有辦法對馬攻或是工兵造成有效的抵抗 只能稍微打傷害 完全是坦不住的狀態 緬甸人的飛鏢騎兵非常強大 到了帝王時代也可以點下安息人戰術 讓自己的飛鏢騎兵獲得防衛的鎧甲 緬甸人的主軸還是要走騎士路線 會比較適合 他的騎士路線其實還算不錯 有大洛馬也有中東騎士 甚至有緬甸巷 等下這個象橋科技 這個大象的防護率就變成坦度 防護率最高的緬甸巷 那他的槍兵路線跟步兵呢 每一個stice攻擊1都會加1 所以到了後期 這個槍兵的傷害非常高 所以我後期都會把緬甸的槍兵 稱為趙雲槍兵 瘋狂戳戳 緬甸人的後期也可以考慮走生旅科技 他的生旅科技都是半價的 所以在城堡stice 你可以有效抵抗對方的投車戰術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肥龍這邊選擇的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特色呢 是每點一個科技時候 會獲得20黃金 而且他的兵工廠科技 都不需要耗費黃金 前期呢省下這麼多黃金 後期可以點遊俠 那城堡stice呢 多多還是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會比較強力一點 他的工兵路線不能升級的關係 所以封建時代 工兵不能出太多 到了城堡時代 沒有辦法延續太多的攻擊優勢 那西班牙人呢 他是火砲跟火槍 都是攻擊速度加成 會比較快的文明 開怕速度比較快 那他的生旅科技是全滿的 而且點下這個銀罐技術 一端審判 可以增加傳教士 招想的速度 非常的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這個地圖 那地圖的部分 現在肥龍前面有一塊黃金 後面也有一塊 這個黃金的位置 算是比較微妙一點 算是還可以 但這個黃金不太行 那比較微妙的關係是 因為黃金都偏外側 要是這個石頭跟黃金對調 就會比較穩定一些 但這樣地圖看起來 肥龍是可以直撐的 因為他這邊是很好圍的一個狀態 右邊的話是稍微圍到底 雖然可能圍的放比較大 如果是要早期為死 黑跳城 是ok的 但是黑跳城 往往會失去主動權 節奏很容易被對手帶著走 所以肥龍這邊要思考是 要不要黑跳城 還是要打封建肉馬 正常開局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這邊 YO這邊的地圖方面 這邊是兩塊黃金 在前面 石頭也在前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YO的地圖 這裡就比較好一點 主金在裡面 而且維加也比較方便一點 但問題是兩塊附金都在前面 非常尷尬 但是要維加的部分的話 也是跟肥龍差不多的維加範圍 好那現在肥龍沒有打算要維加 很高的概率是要來打正常開局了 不會有黑跳城 這個戰術策略 好這邊是偷了織布 上封建時代兩邊都偷織布 趕快點下封建的織布技術 還有這個伐木 好 緬甸人免費的伐木技術 直接省了一百肉 跟五十十個木頭 所以現在呢 噴馬的話 會比肥龍還要多一些馬 可以看到這邊肉量 直接省一百木 前期經濟就相當舒服了 好這邊趕快再補下右邊的維加 這個用TC斜防 好這邊過來看一下 哎呦 歪歪已經維好了 好快好快 好這邊肉馬三隻來了 第四隻還在按 肥龍刀三隻之後 就會稍微有點斷肉馬 所以只能靠槍兵少爺做防守 好右邊這裡再維好 好兩邊前期有洞嗎 這應該不是洞 只是這個挖穿了 可能就會變成洞 好先補一個 就會不會成為洞了 好那現在肉馬來到了五隻 壓力全部都往肥龍身上靠 肥龍這邊 壓力很大 要不要圍死呢 圍死圍死 圍過來 這邊圍過來會更好 這樣子 好但沒有關係 可能怕走太出去會被抓 好但肉馬在這邊其實有看到哦 好槍兵過來 兩邊都是你看我看你 好這邊一個護戳 有槍兵的幫忙 打了一些傷害 但是終究是打不贏這麼大量的肉馬數量 好這邊不知道為什麼留了一個洞 可能是想要讓YO的工兵可以走過來 超級近距離射射 好但是YO真的是要走工兵了 這個工兵看到那個洞 是我一定想鑽 鑽這個黃金的洞 太舒服了 有洞就鑽 好那現在YO 兩個房子補下 哎呦這個洞走進來 兩個洞馬 故撞 顯量優勢 但是傷害劣勢 後面一隻槍兵追過來 槍兵還在追 差點抽到 工兵趕快出門了YO 工兵趕快出門 這裡不要不要鬧了 趕快出趕快出 別理他 趕快去鑽這個洞 完蛋了 兩邊差不多升級到城堡賽了 雖然現在早點出門也是來不及 但是至少 騷擾一定是要做的 現在趕快過來 拉強兵 過來幫幫 工兵 鑽這個洞 工兵抓村民 有機會拿下一村 這一波死掉了 哇鑽洞 舒服了 五個人直接鑽進去 太舒服了這個洞 嗯 直接控死 完全沒有辦法抵抗 甚至你要來蓋劍塔都沒有辦法 蓋後面也是虧 所以這個洞一鑽進去 這裡直接炸裂 只能說非用這個維加 甚至出現了點問題 好但是城堡早就已經挖出來了 所以這個洞好像也沒問題 這個洞只用了幾分鐘就不能用了 好那現在補下了城鎮中心 好那這個村民 哇女村民直接一個反殺 拿全套打爆了這個肉馬 哎呦 殘死肉馬也被收掉了 現在肥龍 成功轉出了 城堡 西班牙征服者 準備要來開槍了 好這一槍 往右走 卡了一槍打掉工兵 繼續追殺 好繼續點 繼續點 哎呦 全部的兵點掉了 哎 但是一隻肉馬溜的進來 只是偵查而已 3滴血 隨時都會被村民給反殺 哇呦 這邊是選擇了走 生旅科技的樣子 生旅科技半價 走生旅路線OK 但是還要再多補一個修道院 可能會比較穩定一點 好3TC先補下 待會再補修道院 好那現在緬甸人 要抵抗這些 西班牙征服者 至於轉飛鏢 起兵之外 還可以靠生旅 這算是 拋射物大戰嗎 飛鏢 起兵 對上西班牙征服者 好 城堡走進來 直接撞到 但是這邊西貞還是可以 隔著墓區 去射你伐木工 伐伐伐伐伐木工 好 生旅現在點下了宗教狂樂 宗教狂樂來了 點一下 哇直接槍斃這隻生旅 哇又來一直直接打掉了 太舒服了 這個 開槍 非常好玩 只要按這個S 就會這個稍微 開槍 拉槍 OK 背包起兵 現在數量還不夠 至少要來到 跟他同等的數量 而且要貼得非常近 才有可能打對西班牙征服者 所以跑出一定要先拉起來 OK 西班牙人 這邊也是品種 分動技術都已經點了 好 大開槍 點掉兩片田 現在生旅的部分沒有繼續出 好 拿到了三個生物 哇 三生物很好啊 經濟非常舒服 但村民收村 反射了一下 好這裏看不到要把房子給滴了 不然這裏移動有點困難 欸這裏有個洞 好 早說 原來有洞讓人家有機會 好 西班牙征服者現在都在下面 好這裏拉了幾隻 過來 西班牙征服者從裏面衝進去 好這裏有可能是歪歪歪的包夾嗎 歪歪這邊可以回來做包夾 斷他的後面 往下走 往下走 對對對 先走下面 對 先斷後路 但是在這裏有看到 所以不用先斷後路 先往下走 對對對 往下走攔截 來了 飛鏢騎兵要上了 這一波13打9 飛鏢騎兵貼近 你就完蛋了 飛龍表示不能貼近不能貼近 但是飛鏢騎兵貼上來了 貼上來了 要怎麼打呢 西偵開始瘋狂抖動 但是開槍會有這個開槍動畫實在是很慢 直接被飛鏢給丟爛了 漂亮了 歪歪這一波飛鏢貼得很好 但是飛龍來蓋寶了 損失掉這些犧牲 但是我並沒有要讓你延續你的氣勢 我犧牲再一次貼到你面前 這是我帶著村民 來直接插爆你的城鎮中心 甚至直接偷你三聖物 這個犧牲還被招響掉 西班牙人蓋城堡速度很快 有這個30%的建築工的工作效率加強 這個蓋建築物特別快 你要對蓋起來 至少要跟他的村民術再多一些 至少來一倍 真的是來一倍 還沒有在開玩笑的 來一倍的話那肯定是追得上了 但是西班牙人已經快要蓋好了 真的蓋得真是快阿 正面直接一個抵抗 但是西偵蓋好 收村 補箭矢傷害 但是射不到 沒彈到雪 有個歪 這裡這麼多村民 要不要到野外睡著黃金礦呢 還是這邊原地起TEC 或者是 先蓋個伐木場 先伐木再說 現在的目標是要把這四個生物拿下 然後在後面補一個修道院 還是家裡補修道院 先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難道這邊是要玩衝車大將軍 有可能嗎 先把生物給打出來 那四個生物就等同於大概是四個人在插黃金的感覺 有這四生物打出來 對於歪歪來說非常的傷阿 歪歪點下來彈道穴 然後城堡的防守效果會更好一點 因為他要出西班牙征服者 不是西班牙征服者 飛鏢騎兵要出門了 這邊可能還是得靠 這個箭矢傷害 好那這邊 肥龍是直接扛著TC的傷害 快要把這個城鎮中心給打掉了 這裡想要撿生物 有機會撿到一顆 歪歪 漂亮了 這個生物能撿回來 至少撿個兩顆沒問題吧 現在飛鏢在後面 西班牙征也回家了 但是圍家是圍得很好 都補大石牆了 這個肥龍 打的是不錯 這一波打得很好 飛鏢過來 稍微偷頂 進入到城堡的四層範圍內 不要打很久了 好來看看這一波對局 西班牙征服者 對上飛鏢騎兵 但飛鏢騎兵沒有貼近是打不贏的 飛鏢騎兵只能靠距離取勝 距離夠近才打得贏 距離越遠越打不贏 這一波對局是直接被射爛 歪歪 是沒有辦法打掉這一坨西針 但是正面的反殺 有開始出現了進展 歪歪這邊要點帝王時代了 西班牙征服者來到了16隻的數量 這兩隻飛鏢騎兵 就來匯合一下 帝王時代點下 待會就有巨型投資機 但緬甸人有一個大問題 是後期要怎麼打遊俠 遊俠的話 這邊的話也可以去走飛鏢的話 去抵抗遊俠 但是很有可能 飛龍會先轉出戰錨兵去打飛鏢騎兵 如果經濟起來的話 那大會可能就會變成 戰錨配遊俠 犧牲的這個策略 那這個打法對於緬甸人來說 可能還是需要靠生旅程解決 或是自己 也要轉兵了 但是只單靠槍兵的話 可能會有點痛苦 所以生旅科技 可能是緬甸人的最後希望 所以很高的機率 可以看到YO帝王轉生旅線 然後槍兵防守 的一個路徑 那現在來這邊 飛鏢騎兵直接高達地 打掉了大量西班牙征服者 高達地傷害實在太優秀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 這邊傷害也並沒有太落後於人 左邊這一坨交戰也是 飛鏢騎兵這次用的攻速 直接點爆了西班牙征服者 有貼近就有機會 沒貼近就沒機會 這就是飛鏢騎兵的使用細節 那現在西班牙人 現在已經來到了山洞城堡 狂產西班牙征服者 就是要跟你打槍 槍兵路線已經準備好了 來這波包夾 再做一個包抄 都點掉了幾隻 還是正面的犧牲 被西班牙征服者 被這個飛鏢騎兵追著打 有點難受 好但這波也來 這些彩石弓怎麼辦 走了走了 收下面TC 好這一波西班牙征服者 3-3來遲 哇死了一些 回頭開了一槍 又點了一下 正面大開槍 直接打 飛鏢騎兵可能會直接打喔 好但是這一波包抄有點危險 決定不包抄了 好再開槍 哇飛鏢騎兵直接 掃掉了一些 只剩11隻 但是後面3隻吸針還沒有死 哇還在繼續控 好翻好翻 OK飛龍果然轉出了戰毛兵 OK戰毛轉吸針遊俠 這就是標準的 打緬甸人的時候的應對方式 緬甸人這邊也點出了安息人戰術 先把這個點起來 好但是還是沒有看到 現在緬甸人的想法是要轉什麼兵種 那緬甸人很有大概率 這邊會先轉出大陸馬 去反制戰毛兵 飛鏢騎兵繼續出 生旅科技 這邊可以考慮補一些 再一個路徑 好衝突來了 最新球西 還好西方的征服者 打衝車傷害還算有的 至少不是一點傷害啊 慢慢傷害補 欸不對啊這個是飛鏢騎兵的 怎麼似乎有一點 哎呀看錯了看錯了 兩邊的這個文明一直有兌換的一個錯覺 錯覺錯覺 好西陣這一波 實況弓被拉回去 怎麼辦 飛鏢騎兵沒剩多少隻 現在工程器努力開拆 吃掉了飛鏢騎兵的產人 啊完蛋了完蛋了 這一波衝進來 飛龍很賺 好玩偶點下了 精銳飛鏢騎兵的升級 好這波衝進來 讓西方的征服者只剩下15隻 好飛鏢騎兵來到11隻的數量 現在要等一下資源再打 不然這邊會輸 要貼了嗎還沒精銳 好躲一下子彈 拖一下時間 好現在兩邊聖物 最後是偷到了3個聖物 最後還是獲得了聖物的優勢 好這根城堡拿下 暫時沒問題了 重點是這一波犀增 飛龍能不能再鑽到更多的村民 好現在離 留給 飛龍的時間不多了 越來飛鏢騎兵數量只會越來越多 好貼近 用著想的方式 找了一隻犀增 好要往前貼了 不管了 好繼續招 可以招到一隻沒問題 哇這邊飛 YO有細節喔 不打那個招牆的犀增 好然後用飛鏢點掉 精銳版本很強 但是後面又來一坨 犀增再次開槍 好飛鏢騎兵升到精銳 凶擊力來到了14點傷害 再一坨犀增全吃 正面的部分 戰毛兵果然遇到了肉碼轉型 YO轉肉碼了 好 那飛龍只要不轉 遊俠的話 YO這邊的路徑就會變得很輕鬆喔 只要選擇肉碼開 就可以壓制住 吸增配戰毛的打法 所以正常來說 飛龍也需要出遊俠 或是出肉碼 進行反制 這邊是選擇肉碼路線 OK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現在西班牙人的黃金量 還有快要三千塊阿 真的要轉遊俠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遊俠很容易被 飛鏢騎兵給風箏拉打 所以這邊走遊俠可能會有點小虧 至少先用戰毛兵配肉碼 先把這些兵力給消耗掉 存一些黃金轉一下火炮 去反制也是可以考慮的 或是可以轉身旅 OK 這波飛鏢騎兵直接走進來 硬扛了這些戰毛兵的傷害 戰毛兵直接手點 點掉了一些數量 這裡二級馬卡也點了 巨型偷襲 要拿下這根城堡了 結果飛龍城堡一直被拆 只剩下最後一根城堡囉 這裡要再繼續產西針 其實有點困難 蛤? 飛龍走馬弓? 走馬弓是對的嗎? 正常來說打飛鏢也可以走奴兵路線喔 但是這邊走馬弓 我們確定欸 我們覺得繼續走西針會更好 好 這裡肉碼開始打出了自己的身價 戰毛兵開始虧不成軍 哇唷終於突破了正面的前線造戰 這些前線基地已經完全潰敗了 巨頭也被抓掉了一台 哇唷點出了肉馬鎧甲 好 西針現在數量來到了六隻 好正面戰毛兵數量有點多 但這邊戰毛兵 應該也是擋住 好 飛龍真的走馬弓了 重裝馬弓拇指環 我覺得這個馬弓 是個伏筆 我覺得應該是打不贏了 好 飛龍這邊 ALL IN全部的黃金 來看一下最終決戰 跟YO的 緬甸飛鏢騎兵打 怎麼打 那我怎麼說走馬弓沒機會呢 是因為緬甸人他的這個 曼尼普爾騎兵 可以對弓兵加傷害喔 甚至連馬弓都有 所以即使YO只要出肉馬 只要數量夠多 也可以反制這些 弓兵過去喔 看到一堆馬弓 馬上就點下了 你不走遊俠 走馬弓 我覺得會吐 哇 如果是我一定走 戰毛配遊俠的路線 好 這邊飛龍轉出了大肉馬 好 戰毛肉馬配遊俠 其實是很好的玩法 但是飛龍已經把所有的黃金 ALL IN在了馬弓身上 好 短時間內 對抗這些肉馬來說相當舒服 怪歐這邊 要想辦法把大肉馬點出來 還有三弓 三弓還沒有點 飛表騎兵趕快繼續出去打野 多抓一些村民 好 馬弓也要過來抓村民了 這裡村民數量有點多啊 27村 好 走過來 想要走這個洞出去 這裡有洞 飛龍 這時候還不知道 這裡有村民 飛表騎兵往回這個衝車偷頂 漂亮 這個頂掉了 欸 及時拆解掉 這個巨頭好像活下來欸 哇靠 這個反應有點溜 欸 這個巨頭怎麼了 欸 這個巨頭想要攻城 但是有點衝鋒過頭了 好 這一波大肉馬過來 躺一下 戰毛兵開始慢慢轉出 喔 這一波有效抵抗非常好 好 戰毛佩西針 演掉了非常多的飛鏢奇兵 飛鏢奇兵的數量只剩下11隻 這一波好像又有戲了 好 但是Wild大肉馬 開始又給到壓力 好 這一波馬弓找到了 你右邊的TC位置 就跟城堡蓋起來 欸 但是這個射程有點短的關係 有點難挖礦 好 這裡馬弓又一個多線 我家裡村民掉的有點快 只剩下110吋 好 兩邊漏馬互撞 北龍這邊的優勢 慢慢穩定下來了 馬弓數量也開始成型了 好 右邊這裡馬弓控圖 控得很好 肥龍有機會了 這個黃金要是右邊 能拿回來 那對於肥龍來說 後襲一面就會非常大 但是Wild的優勢呢 是炸於自己的黃金庫存還很多 接下來要繼續走弱馬 或是轉型重裝騎士 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 這裡點下了霸權 增加一下村民的生存能力 這波肉馬往前 馬弓先往後撤 這波數量有點差距了 歪歪這邊三弓 還沒有點下 好 用馬弓控圖 唉唷 剛講完就點下了 三弓點了就很好了 村民打起來就會很舒服 那目前來說 歪歪打馬弓 確實會比較難受一點 因為現在沒有很好的 落馬的數量 農田也沒有拉起來 至少要來到 至少要到70片田 這個落馬 可以出的比較穩定一些 那至於為什麼現在沒有把田補起來 是因為現在還要維護自己的 這個背標鞋壁的數量 所以現在木頭還不太想趕快去補到更多的樣子 但其實木頭還是有點爆炸了 爆炸多 好 這一坨落馬衝進去 但是被馬弓給吃光 這裡直接建起了城牆 這一波 目前馬弓在右邊有點麻煩 也開始攻城了 飛標騎兵可能會直接 橫斷地圖到右邊去解掉馬弓 但是現在馬弓數量越來越多了 來到26隻 現在飛龍All in了所有的黃金 在馬弓的身上 好 飛標騎兵 現在數量還剩19隻 洛馬洛馬趕快補 洛馬過來先解掉了巨型投射機 然後打馬弓傷害非常的高 可以看到這邊馬弓掉的數量很快 哇 洛馬打馬弓非常的舒服 哇喔 這邊重點就是洛馬多一點 就穩了 飛龍這一波一旦沒黃金就要GG了 走馬弓 真的是正確選擇嗎 我不確定 根據我的 看了 破 大概三四千的RPG來說 西班牙人 轉馬弓的一面 都是偏低的 轉遊俠的勝率都是偏高的 大概至少 馬弓 三分之一的勝率 遊俠是三分之二 遇到緬甸 又走馬弓 這就很尷尬了 那為什麼要組馬弓 飛龍這邊想法是 馬弓可以克制對方飛鏢騎兵 克制飛鏢騎兵 其實也可以考慮用戰毛兵 戰毛配遊俠扛線 這個策略 是我比較常看到的 高手們選擇的配兵方法 好 這邊洛馬衝進去了 高打第一 很好 飛鏢騎兵直接打爆了 肉馬完全潰不成軍 好 這一波衝進去 完了 肥龍開始沒有辦法 能夠抵抗這一坨飛鏢騎兵了 最後還是得靠戰毛兵 好 肥龍果然轉出了戰毛 馬弓已經開始沒有辦法用的主動拳了 因為其實到後期 就算不靠馬弓去騷擾 也是可以靠大肉馬的 打後期消耗戰戰毛兵 打飛鏢還是比較划算一點的 畢竟後期黃金很貴了 用生旅一旦前面沒有打 後面就別打比較好 好 這一坨馬弓過來 做一個多線騷擾 好 這一波轉兵 肥龍開始壓力很大 36隻飛鏢 但是YO這邊也有受傷 兩邊是互相傷害 但是右邊這塊黃金拿下來 轉出了非常多的巨頭 從右邊開始要來進攻 好 這一波肉馬繼續抓村民 OK 又找到了一個馬就 好 這一坨馬弓直接衝進來 還吃到了城堡傷害 漂亮 YO這波擋得很好 這條騎兵 開始要來駐守 這三臺巨頭 好 肉馬多線 開始弄了 這一坨肉馬直接就可以吃掉馬弓 哇 這個馬弓血量掉得好快 賣尼普爾騎兵 打工兵真的是太痛了 吃光 好 那現在這一坨馬弓 又要被吃光了 我真的是 太不忍心看到這個畫面了 肉馬就可以打爆馬弓的畫面 這就是你猜的也沒錯 緬甸人 銀罐 賣尼普爾騎兵 好 戰毛兵出來 肉馬躲動 現在失去遊俠路線的西班牙人 物足為距 好 但這邊戰毛兵打了很多傷害 太好 死了非常多的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這邊數量掉得有點快 肉馬直接打掉了三臺巨型投射機 沒問題 漂亮了 飛龍這一波反打 有平衡戰果了 馬弓現在已經不出了 只能出戰毛跟肉馬 沒有黃金 哇 看來又再一次 西班牙出馬弓 被制裁了 好 真的是 不走火槍 捨棄了西班牙人的火器的信仰 走了 原始生活的馬風遊牧路線 這難道是來自西班牙的審判嗎 唉 完了 這堂飛鏢騎兵走進去 會直接居 直接扛在城堡裡面 要飛龍頭是不是 但飛龍表示 不頭不頭 不頭 不想頭 不想頭 哇唷 直接送這一坨 飛鏢給你玩 飛龍表示 我還有希望 等一下槍兵想戳人了 哇 手撕城堡 可以嗎 我感覺 玩偶好像玩過頭了 這個是逆轉局嗎 呵呵 這好兵事量躲起來了 欸 玩偶是不是玩過頭了 他本來想要用這個畫面 勸退 肥龍 但肥龍沒打算要勸退 好那你 不退的話 那我就要正面 真的讓你退了 好 肉馬來了 更多肉馬 好 來看一下這一波 哇 戰毛兵被三刀砍死一隻 我有看錯嗎 太痛了 麥尼撲爾騎兵 三刀一隻戰毛 絕望 真的是絕望 這一波 肥龍已經 已經 失去了 直動拳 現在 等的是 巨型投擲機 慢慢進攻 雖然 自然消耗戰 還能再繼續打 但是 打到後面的結果 肥龍可能 還是 沒有太多的希望 好 但這邊轉出了槍兵 但是如果你一旦轉槍兵 就沒有戰毛 沒有戰毛 飛鏡騎兵怎麼處理 還是別處理了 我們右上投降 全部處理掉就好了 下一把會更好 真的不投耶 肥龍真的有什麼 葵花寶典 還沒有拿出來用嗎 好 GG了 總說不了了 大叔GG 我們恭喜 YO拿下比賽的勝利 肥龍這一波 打的算是 打到了最後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是 YO拿到了最後的5勝物 最後有5000黃金 最後5勝物 加上這塊野金 也被YO給拿去 肥龍這邊馬功 如果要繼續打贏的話 只能繼續控圖 或是把這個生物拿下來 才有可能 不然以正面對決來說 曼尼普的騎兵一出來 就算用肉馬 也可以打爆這些馬功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不要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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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